为了因应中秋连续假期 大量车潮涌进苏花改 花联警方将启动车牌辨识系统 监测车流量 只要合人及人水隧道 每15分钟车流超过200辆 就会立刻透过灯号管制 另外苏花改还有部分路段 会实施大客车优先道 请驾驶要特别留意 每逢连续假期 行驶苏花改的车潮 都是塞得满满满 从10月1号开始 一连四天的中秋连假 花联警方预估车流量 将会超过7万辆 如果单单依靠 公路总局的监测系统 就必须每隔一个小时 才能更新一次 恐怕无法掌握实际的状况 因此警方将会利用 车牌辨识系统来做监控 在我们苏花改隧道里面的 科技知法设备 里面有所谓的车流辨识的一个系统 那针对我们这个 这样里面的一个系统 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车流管理的这个系统 在这个区间里面 如果说瞬间超过200辆 以下的车流 那我们这个系统会在15分 平均15分钟 及时细胞结性 给所有我们的警察同仁 让我们在各种的 交通请务的规划上 提倡超前部署 因为担心中秋连假 苏花改会塞爆 不少要往返花东的民众 在30号上午 就已经陆续提前出发 这次的中秋廉假 公路总局也会开放 苏花改部分路段 实施大客车优先道 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